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有一個大人物出獄 在我很年輕的時候 八年前他坐牢 這位是陳振充風水師 報紙說他是商人 他最出名的就是眾生姬 今天終於出獄了 很多傳媒追訪他 跟著他去他媽媽的墳前 現在做什麼呢 沒有打算 但是香港說變了要慢慢適應 這句話香港人都很適合聽 香港變了 八年之前入獄 八年裡香港變了多少 我們香港人都要適應 不要說他 商人陳振充今日 營滿出獄 結束八年的牢獄生涯 他出獄之後 就向在場的記者表示 會先到墳場 拜祭過了新的媽媽 之後呢 就想吃一下這個雲吞麵 應該在獄中不能吃 很有趣的 我去到外國都很想念香港的雲吞麵 吃不到那種味道 這個就是香港的味道 去到今早大約十點 陳振充搭架私家車 就去到這個香港華人 基督教聯會 博富林到墳場 和林爾諾牧師 就報行去到這個山上 就拜祭 期間他就跪在地下 就跟母親的悲 多次扣響頭 逆子 很掛著媽媽 當日如果可以來拜我媽 人生就沒有這麼大的遺憾 人生當然是充滿遺憾 其實 貪子只有貧的故事 他輸了官司 當年搞得很肉酸 今天我們又跟大家重溫一下 這些很juicy的花生 那 我官司也說到他真的是 琴獸這樣 待會跟大家慢慢說 真的很嚴重 你看他這個人沒有什麼 真的沒有什麼 其實他的錢應該多到 是用不完的 我不斷扭扭 小甜甜的時候 已經重生機給了他很多個億 還差幾百億 幾個億 五千萬都用不完 不過人就有貪念 搞得這樣 他自己說 陳振聰說 香港變了很多 還沒適應到 要重新來過 需要時間 八年日子不是短 對於出獄之後 有什麼打算 他就說 目前沒有打算 主要是想休息一下 他也說 連坐車都暈車浪 現在打算回家 再到北角跟朋友見面 最後陳振聰只會慢慢適應香港 適應社會和適應生活 生命有很多無奈 最重要是任何情況下都平常心 讓自己可以平靜一些 有很多事情都不可以控制到 他一早會這樣想就最好 之後陳振聰坐下私家車去到半山這個 烈提頓到52號的家和園 他是不是住那裡 這麼有錢 本身也這麼有錢 是不是死的 就說 今早十點鐘 陳振聰一起去墳場 跟記者說 笑言 坐車都暈車浪 八年沒有坐過車 二歲不平衡 會的 好像嬰兒子一樣 坐車又暈車浪 我小時候暈車浪 沒坐過車 現在都暈的 有些人會容易一些 他這些太久沒有坐過 就說入獄這麼多年 只顧著子女 顧著太太 但顧著媽媽多些 因為媽媽過世的時候 都沒有機會告別 所以你說 坐牢呢 真的 都哭了 有套戲 誰啊 傻強啊 杜汶澤啊 我爸今天死了 他們不讓我出去 然後他就說 坐牢就是這樣 連你死老爸都不能出去看 你穿著臉 無間道有這樣的劇情 我記得應該是無間道義 他抱著余民樂哭 我記得好像是這樣 大概都是這樣的情況 這些是人生百態來的 棄餘人生 陳振聰呢 袁彤和記者說 香港變了很多 適應 還沒適應 我都沒適應 你們適應了沒有 聽眾 就說 身手搭住一名 戴鴨嘴帽的男子 就說 兒子大了很多 那個應該就是他的兒子 其後呢 陳振聰走到他媽媽的墓碑前面 多次就跪地叩頭 就說很掛著媽媽 這樣就是 他說監獄就是監獄 職員之間 他說很專業 食物沒什麼味道 所以瘦了 這樣 那商人 陳振聰呢 就在這個 已故華貿集團主席 龔余森 遺產案中 就敗訴 對了 2013年7月 更被這個高等法院 就說是偽造遺囑 就罪名成立 入獄12年 當年法官 麥基治 就救了基治 真是那個基治 真是那個基治 判刑的時候形容他 極度貪婪 邪惡及無恥 陳振聰其後 就在赤柱服刑 赤柱監獄 據知 陳振聰在獄中行為良好 案例就扣減三法一刑期 就今天 九點鐘就刑滿出獄 結束八年的牢獄生涯 之後早上九點七 新穿西裝的陳振聰 手持個人物品 報出赤柱監獄 之後就和家人相擁 大批傳媒就一起去拍他 他竟然一念笑意 就回覆 大家好 多謝大家 好好 辛苦了 謝謝 謝謝 就上了一輛黑色的七人車 就收了兒子送一幅畫 記者追問出獄之後有什麼打算 他就去探望他媽媽 打開一幅畫 打開信封期間 有一幅寫著匹極太來的橫額 陳振聰即時道謝 拜完媽媽就吃雲吞麵 然後就用短短的時間和大家重溫一下 究竟當年發生什麼事 很嚴重 原來這宗公如芯增產案 是增了接近二十年 要由他失蹤的老公那裡開始說 厲害的 真的 哇 錢就多了 以估華貿集團主席公如芯的 百百三十億元遺產案 經歷多年的訴訟之後 塵埃落定 終審法院 就在當年頒下判辭蔡定 華貿集團基金指示遺產信託人 而不是受益人 換言之 律政司將參與制定如何使用遺產的指引 並為基金成立董事局 董事局成員不再限於公家和華貿的成員 董事局需要定期向律政司提交報告 八百三十億元遺產案 曾經三度引發世紀增產案 擾讓了接近二十年 一場又一場的官司 法庭上 控辨雙方一字一句 將功如芯的傳奇一生 巨勢無遺刻畫出來 我記得當時有個華貓的戲院 在紅磡 很過癮的 二樓有兩隻公仔 小甜甜 還有另一隻 說是她老公 那個叫做 什麼? 王什麼鬼呢? 我看看 王德輝 經常想著王德斌 王德輝 兩隻公仔 真是那個小甜甜 卡通雜媽 哪個小甜甜 那個卡通的畫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因為我那時候很喜歡去看電影 那時候的電影很便宜 三十元張飛 還有兩隻布偶 很有夢想 我想都是當年小甜甜 還沒死的時候 就放了兩隻布偶 在那裡 就說什麼 小甜甜一代愛情故事 布代戲 不日上映 我在那裡看電影 那裡擺了那麼久 但是沒有 沒有上映過 那她這些 有個少女心在那裡 如果不是 怎麼會這麼老 都還紮媽便 對吧 這些人都有夢想 跟大家重溫一下 究竟當年發生什麼事 華貿集團八百三十億遺產案的導火線 源於龔如森老公黃德輝被綁架失蹤開始 龔如森和黃德輝自小是青梅竹馬 兩個人 在龔如森十九歲生日那天結婚 人前人後愛得癡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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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癡 為地產發展商行列 進身超級富豪行列 二人發跡生活作風是低調的 卻引來綁匪的注意 1983年4月13日 我都未出生 黃德輝第一次被綁架 龔如森在五天內 繳付了1100萬美金的贖金之後 黃德輝平安獲釋 不過 在七年後 1990年4月10日 在這個跑馬地賽馬會會所 打迫球之後 回家的途中再被人綁架 案件裡面的綁匪先後落網和服刑 但是黃德輝至今任信全無 當他是失蹤 黃德輝失蹤之後 龔如森開始獨立經營華貿集團 不過 深愛丈夫的龔如森 堅信黃德輝仍然在生 用盡各種途徑尋呼 結果卻為陳振聚增產案埋下復伯 好了 進入第二階段 黃德輝被綁架失蹤之後 他老爸 黃德輝的爸爸 在1997年五月入稟 高院子 黃德輝已經死了 要求法庭確認黃德輝在1968年所立 以他為遺產受益人的遺囑有效 在1999年9月 法庭宣佈黃德輝在法律上死亡 然後龔如森出示四頁子 在1990年連立的遺囑 指自己才是黃德輝遺產的受益人 為世紀增產案揭開了罪幕 真的打了這麼多年 他老爸和龔如森為爭奪 爭奪黃德輝名下四百億遺產 就是家翁和媳婦對駁公堂關係破裂 雙方經過五年的搜集證據 案件在2001年8月展開官司 爭奪案在審訊歷時172日開創了本港司法史上民事審訊案最長寧訊時間記錄 官司寧訊期間 黃德輝的老爸和龔如森爭論 由遺囑上的簽名是否屬實 延至胡揭說對方的不是 他老爸在法庭上大爆黃德輝因死病而不育 本來已經立下遺囑 將財產評分給他和龔如森 但是發現龔如森有愛瑜 更加聘請了私家偵探 拍下龔如森和一名姓林的男子 在大會堂等地方私會的照片 黃德輝得息後露改遺囑 將財產全部給他老爸 究竟是否呢 我們繼續說下去 好像講故似 龔如森在法庭上大反擊歷子 他老爸玩女人吃鴉片 亦指他經營生意不善 令華茂集團虧了大筆金錢 案件初審及上訴階段 他老爸就贏了 直至案件交由終審法院處理 龔如森反敗為勝 他老爸需要支付幾億元的訴訟費 他老爸輸了官司後 曾經高調揚言 善惡到頭終有報 勸勉龔如森回頭事案 改過自身 好好對我 更要履行照顧兩老的承諾 龔如森贏了官司 成為了亞洲女首富 卻身患重疾 嘩 早他老爸一步離開人世 家翁和媳婦的恩怨正式畫上句號 真可憐 有些人說受不起 太過有錢是否真的受不起呢 我曾經有個朋友 真的承繼了很多遺產 他媽媽差不多拿到遺產的時候 突然生肿瘤 有一晚流鼻血走去染染 然後有個肿瘤 醫生跟他說 沒什麼小手術切了沒有事 切了之後 永遠再看不到這個世界 他不是死了 他瞎了 當時我朋友都說 他媽媽受不起 真的會受不起 有錢未必好 小甜甜 有錢都沒命響 可憐 不是的 始終都響過 都叫有錢過 龔如森遺產案 另一位主角 就是今天要提到的陳振聰 陳振聰自稱手持一份龔如森在2006年簽署的遺囑 他被華茂慈善基金指控 遺囑是假的 偽造的 同時又指在這個華茂旗下的物業發現八十幾個風水洞 指陳振聰是風水師 為龔如森挖洞 眾生機構 分三次 每次收售巨款 六點八八億 哇 加加萬萬萬成二十億 哇 挖風水洞 二十萬 二十億 不是二十萬 sorry 二十億 每次收六點八八億 這些很容易 不過陳振聰卻自稱和龔如森相戀十四載 挖洞是他和龔如森兩夫妻的遊戲都說得出的 這條混蛋 不好意思 當時我 記得我當時也是這樣形容的 他現在說他最想念老婆子女 你有老婆子女? 那你又說和龔如森挖洞是兩夫妻的遊戲 這些真是 唉 那在這個審訊過程當中自爆 和龔如森相識 屋日便上門為龔如森按摩就輸解頭痛 後來二人更發展成為情侶關係 龔如森還會稱呼陳振聰為老公豬和老公公 但是為免被人知道兩個人的關係 陳振聰稱龔如森在別人面前會稱他為溪爺和風水師 陳振聰當年挺帥的 人家當時說他像欣子丹 那幅油畫 真是 唉 威力正義人情侶關係 陳振聰在這個審訊期間更公開他和龔如森的合照 多段影片的聲帶 在其中一段西貢郊遊影片中 龔如森應陳振聰的要求扮賣車廣告 陳振聰邊拍邊講 seekser�аются 승ter欣都熔溜 龔如森一度脫去小外套 陳振聰大為緊張 不准脫不准脫儿 脫了就ksy的 這個轟臟 強迫說得偶特 奇候二人更加發色濕敏 達三十秒 陳振聰也不停苦摸龔如森的念撼和臀部 他是這樣寫 你細濕 另一段影片就是1993年,龚如芯身穿紅白色小鳳仙莊和黑色長裙 陳振聰不斷稱讚龚如芯,好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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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好靚 他寫了這麼多次,不好意思,我真的沒什麼感情,讀這些字 商人陳振聰,於涉藝造龚如芯遺產一案當中,被法庭裁定偽造和使用虛假文書判了12年,後來提出上訴 聆訊已排期到9月17日,預計審訊了5天,陳振聰服刑,在2010年被水谷追他欠了3.47億物業稅和利得稅 陳振聰提出反對,但在2013年被判敗訴,由於陳振聰當時已經將2.34億存放在法庭和稅局 所以只需要交1.05億的稅支付欠款,風水師都要交利得稅,有錢就跑不掉了,告訴你 好了,去到第四階段,尾聲了,華茂自善基金在陳振聰的增產案中獲得勝訴之後 香港律政司在2012年5月以遺產搜戶人身份入品法庭要求法庭解釋遺囑的條文 包括確認華茂基金為售益人和信託人,工如心2002年的遺囑意願主要是4點 1.將全部遺產撥歸華茂基金 2.將基金交給聯合國秘書長、中國總理和香港特首組成的管理機構監管 未來設立中國類似諾貝爾獎具有世界性意義的獎金和基金 3.必須維護和擴大華茂集團和工如心夫婦的所有事業 4.確保華茂不斷壯大,亦以其部份盈利將慈善事業不斷發展達至永遠 4.必須供養皇室家族的長輩,負責家人醫療和後輩的心躁等 亦給予華茂集團的同事和子女的關懷和幫助 4.律政司指出華茂慈善基金只是奉命行事的手托人 4.必須依據遺囑將遺產用作行線 4.亦受到監管機構法庭的雙重監管 4.華茂慈善基金一方堅持基金是遺產的唯一受益人 4.以工如心為首的基金董事局則有權決定如何執行遺囑 而遺囑本身屬使引基金有權但性使用遺產 香港特區高等法院2013年裁定 已故華茂集團主席龔如三在2002年遺囑成立慈善基金 亦委任華茂慈善基金作為信託人 按照他的遺囑中的指示 將830億元的巨額遺產全部作慈善 華茂慈善基金不服提起上訴 隨著終審法院的裁定 華茂慈善基金只是遺產的信託人 終為增產20年的官司畫上句號 大家相當清楚了 我都清採完了讀完 非常清楚 得個資字 當年挖過風水洞 挖了20億 貪得無厭 貪得無厭 因為你的錢都花不完 拿去欠一份 還要公開兩個人的事 還要成鬥家人 你老婆現在還等你 你的子女還認你 也叫做忍辱負重 你承認你這個行為是為大家 不知道了 他現在都受到應有的裁決 出來怎樣呢 其實這些人都不用怎麼做 有錢 沒有了 這件事告一段落的人都死了 錢已經陳哀樂定 跟大家重溫一下這些世紀增產案的意思 如果喜歡我的分享請Like Subscribe Pay Me LongLong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